欢迎收看12月10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婉珍 一起关心本节的新闻重点 热情比基尼结合温馨音乐会迎树光 明年元旦起 劳工周休二日上路 清明党进总成立 一二一三统合大战力 男子拦紧求助救女儿 巡逻车护送一 首先来看到的是 很快的2015年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月 要倒数迎接2016年 连续举办四年迎树光的泰马里乡公所 比基尼沙滩路跑 也可以说是打响了在泰马里迎接日出的活动 2016年的第一天就要继续办理第五届的 比基尼沙滩路跑 这次结合台北爱乐随响六重奏 在续日江线的泰马里树光园区 以音乐迎接新年度的第一道曙光 一起来看看 已经连续举办四年 由泰马里乡公所主办的日生之乡 泰马里元旦迎第一道曙光 比基尼沙滩路跑赛 在晨曦的太平洋海边 捷径的沙滩上 跑出未来一年的希望与梦想 这个活动也已经成为了 新年许心愿全台最夯的迎新运动会 12月10号上午 泰马里乡公所举行活动前的记者会 由乡长陈正俊主持 为活动前介绍第五届的 比基尼沙滩路跑赛 那泰马里海岸线有数十公里 那在这样的一个沙滩上 这样来漫步 同时迎暑光 我想这会是非常难得 那沙滩路跑赛 可能有别于其他的一个平地的赛跑 我想没有尝试过的运动选手 如果你来跑一次的话 一定让你终身难忘 那当然我们除了竞赛组 也有一些亲子的 这样的一个沙滩的路跑 那还有这个不怕寒冷的比基尼族 我们希望这些美女 这些猛男也可以来挑战 来在这样的寒冷的冬天里面 跟着我们的选手来沙滩路跑 我们大概会融入大概是 500至600个选手会来参加 这次的我们的沙滩 比基尼沙滩路跑活动 那也希望各位除了银鼠光之外 也可以来这边享受 这么美丽的沙滩 来参加我们的沙滩比基尼活动 第五届的2016年元旦银鼠光活动 在1月1号当天清晨5点开始 将由原住民特色舞蹈开场 接着在5点20也会由台北爱乐 随响六重奏在旭日江线的沙滩上进行 幸福温馨的音乐演出 那包括有小提琴 钢琴 然后有沙克斯风 有长笛 那就是在迎曙光之前呢 希望能够给大家比较轻快 愉悦的乐音来一起迎接曙光 结合温馨的音乐会 随后在7点沙滩路跑登场 美女辣妹帅哥猛男在沙滩上热情开跑 而乡长陈正俊表示 2016年元旦凌晨 不论是未眠的野猫族或是早鸟族 也欢迎大家前往太马里曙光园区 一起迎接第一道曙光 一起迎新院 东台新闻林婉珍 陈静雄 太马里商采访报导 明年元旦起劳工周休2日上路 而法定工时缩为每周40小时 劳工全年休息日增加13天 扣除遭到删除的国定假日7天 劳工全年放假的日数仍然是增加6天 预估有340万名的劳工受惠 劳基法施行细则的修正 将该细则第23条所定的国定假日 从原有的19天调整为12天 而其中对劳工朋友意义最重大的 五一劳动节予以保留 因此劳工的国定假日 仍然比公务人员多一天 明年元旦起周休2日上路 法定工时缩为每周40小时 劳工全年休息日增加13天 扣除遭到删除的国定假日7天 劳工全年放假日数仍然是增加了6天 明年周休2日上路之后 国定假日的休假日原本是19天 那删减为12天 但是实施周休2日之后 它的休息日会增加3天 所以实际上的天数 会增加的 所以会有340万名的劳工朋友 会收惠的 这次修正劳基法实行细则 还包含明定国定假日 如果适逢立假或休息日 应予补假 雇主让劳工在法定正常工作时间 外出工作 属于延长工作时间 依法要给予加班费 雇主也不可以法定正常工时 缩减为由减少工资发放 全面上路之后 每周法定工时缩短为40小时 所以两周的工时是80小时 是有缩短的 所以这对劳工是比较有权益的保障 这次修法可以说是 台湾劳工摆脱过劳的第一步 未来主要以减少加班 落实特休假 消除责任制 并且禁止以12小时轮班制等方式 有效保障劳工权益 如果是在周休二日的劳工来到职新到任的 雇主就有责任要在周休二日当天 按规定到职当日要加保 那刚好是在周休二日 那可能承办人没有上班 那没有关系 礼拜一上班 如果申报又检据相关的证明 那这劳工到职的 还是可以在到职当日生效的 他的保险效率就从周休二日到职当天就可以生效 这样对老公才会有保障 不过也得防止此法通过之后 自方发动第二波提高加班时速上限 扩大变形工时等倒退修法的情况 东代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导 2016年总统以及立委大选不到40天 而选战进入了白热化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副总统候选人徐新颖 以及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林浩宜 台东的联合竞选总部即将在这周 也就是在12月的13号举行成立大会 要统合最大的战力迎接2016年的大选 12月10号上午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副总统候选人徐新颖 以及平山立法委员候选人林浩宜 在台东的联合竞选总部 召开了成立大会前的说明会 由台东联合竞选总部处长侯寿松 为12月13号成立大会前做行前的说明会 我想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因为争走经费 把整个进行总部的架构 合并与其来召开 那时间我们成立大会的时间是 这一个礼拜12月13号 礼拜天上午10点半开始 在南路湾旁边的广场 自航路跟中心路的广场 我们来举办 宋先生两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以及不分期的代表李宏金等四位呢 都尽可能前来台东来拜托各位 我想我们这一次的选举是秉持了一个天道酬勤的 的自私的工作的精神 然后以中道中庸治国的一个自私观念呢 我们来从事这次的选举 同时也要呼吁所有的乡亲 我们很理智的来思考谁是最有能力 为我们下一代来铺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我们用冷静的态度来思考 我想宋先生呢 这一次在这样的73岁的高龄 愿意在重批战好 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追行什么名利地位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营造出一个适合我们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的一个幸福的愿景 我想这次宋先生呢 一再的主张 然后呢 执着的参与这场选战 投授松处长代表主委阵列 在前荣誉处长游献荣的陪同之下 召开竞选总部成立前的记者会 并且强调要再次创造如同2000年 宋楚瑜在台东选举时的盛景 唤起台东民众对他的支持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 台东北南分住所远景呢 之前呢 在执行夜间护果专案巡逻的时候 在途中呢 是遇到了一名黄姓的男子 他拦车求救 要警方到他的家中救他生病的女儿 而警方赶紧前往去他家就发现了 这个女童呢 已经呈现了休克的状况 而这名黄姓男子呢 他的住处比较偏远 怕呼叫救护车会来不及 而当下用警车是一路鸣笛 协助送到马街医院 同时也通报勤务指挥中心 而通知这个马街医院 赶快进行急救的准备 也及时将黄姓的女童 从鬼门关前来救回了 画面中的警车就直接开上医院的急诊室 只见一名父亲抱着女童心急如焚的跑向医师 悲难分住所的远警 日前在执行夜间护果状案的巡逻 途中遇到一名黄姓男子拦车 并直呼自己的小孩生病 没有了呼吸心跳 警戒状立即到男子家中查看 发现女童已经呈现休克的状态 情况十分紧急 男子住宿偏远 怕呼叫救护车会来不及 当下就以警车当作救护车 一路鸣笛协助宋志马街医院 在执行深夜 然后护果的专案 爸爸就突然从路上冲出来说 可以跟我回家去看一下他女儿 他女儿好像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我们到他们家的时候 发现小孩子是已经呈现休克 没有呼吸的状态 他们家地处比较深伤的地方 如果叫救护车的话 可能会延误救护的时间 所以我当下立即判断 就是直接给他送到马街医院去救护 小女孩经医护人员抢救之后 不但恢复了生病迹象 情况也都逐渐好转 女童的爸爸也特地到北南分住所 向协助的员警一一道谢 因为警方正确的判断 及时救回女童宝贵的生命 东南新闻综合报道 妈妈牵着那个 国际狮子会300F区 2015年到2016年度的社会服务 也就是全民护目 势力筛检以及宣导 之前在12月3号还有4号 分别是前往了太马里的 大王国小 还有香兰国小 以及成功镇的三名国小来进行 而国际狮子会 借由关怀势力这项服务 他们作为一项永续性社会服务的目标 希望可以让社会大众都关注 这个视力保健的重要性 将眼睛筛检的最新仪器 及视力筛检设备 不停地移往各校活动中心或教室 将小朋友集合起来 一一进行视力筛检 以及教导学童如何保护视力 避免造成禁事 国际狮子会300F区 2015到2016年度 社会服务 全民护目视力筛检及宣导 12月3号及4号分别至太马里大王国小 湘南国小以及成功三名国小 国际狮子会 借由关怀势力这一项服务 作为一项永续性的社会服务的目标 可以让社会大众关注 势力保健的重要性 期许有一天 台湾的民众都能够借由 狮子会的势力关怀而受惠 国际狮子会300F区第四专区参与会长 以及其他友会的领导师友 共同为偏乡学童视力筛检 也顺便做起了环境保护清扫的志工 每一位成员都相当尽心尽力的 为社会公益而努力贡献 我们是属于国际思维300F区第四专区 我们第四专区就是所有台东的私有都属于第四专区 我们今天举办在太马里乡 我们在大王国小 我们举办这个势力筛检 我们发动了台东11个分会 所有的会长还有我们所有的领导师友 我们一起来这边做社会服务 关怀学童的视力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发现这个环境有点脏乱 所以我们就顺便捡起了衣袖 拿起了我们的扫把 把我们的街道把它扫除干净 当然今天最主要我们的活动的任务 是关怀我们学童的视力筛检 那今天我们来到大王国小 那下午会到湘南国小做我们300F区的那个视力筛检的活动 那这次是由我们第四专区还有我们的台湾总会的视力委员会 那个联合办理 那主要是针对偏乡地区的血统做视力筛检 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大王国小 这位师生怀疑得非常的热烈 学童做详细的检查 那有状况的学童的话 我们还会那个搭配免费眼镜 矫正他们的视力 那假如说真的是更严重的话 那就可能就安排一些后续的治疗活动 那这次很感谢那个大王国小 还有湘南国小那个两位校长的鼎力支持 那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完成 非常感谢师子会今天到大王国小来做社区服务 那我想包括这个视力的保健讲座 包括视力的筛检 以及为弱势的孩子来做这个矫正的眼镜的佩戴 都让我们全校师生非常的感谢 那现在呢是在这个加东树下呢 为我们做环境的清理的工作 让我们这个百年的大王国小 小朋友有一个更舒适干净的环境 全校师生非常感谢 国际师子会的会员们 遍及全球210个国家 各地的师子会以各种的形式协助 或帮助当地人们改善他们的社区 或生活环境及品质 国际师子会台湾总会 台湾市立照护网专案委员 与中山医学大学世光学系团队的技术支援 一同在偏乡及台湾各处守护血统的势力健康 我是国际师子会台湾总会 势力照护网的执行主席林俊明 我们办理这个势力筛检活动 已经有两年多了 是国际总会 LCIF就是国际基金会拨款来协助我们 为我们边乡的小朋友 做势力筛检活动 以及对于中地收入户的小朋友 我们也赠送远近的活动 希望今天来到这个大网国小 也是边乡地区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师子会能够为这些小朋友们 尽力点心意 我是国际师子会 言明会主委 陈厚德 今天来这里呢 就是做 那个学童的 在我们提早发现 一个势力筛检 势力筛检的 社会服务 希望呢 就学童呢 及早发现毛病 及早治疗 能够保护眼睛 一直到 就是让学童呢 有这个观念 对眼睛呢 都能够 能够 好好的保护 这是主要的目的 维护势力是国际师子会的重要服务 也是永续的服务 为了降低学童近视的比率 防止糖尿病患者 因为视网膜病变造成的失明 与中山医学大学直接合作 视力第一为计划的项目 一个学校的结束 却也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开始 在各区师友的通力合作之下 能够一起为台湾尽一份心力 这是国际师子会的期望 而目标是 全国视力照顾网 将可以永续的经营 为国人及偏乡学童继续的服务 照顾视力的健康 现代有许多家长 因为工作忙碌 让3C产品变成了保姆 学龄前的儿童还在发育 若是长时间持续使用3C产品 增加用眼的情况 容易形成假性近视 若是不治疗 可能会变成真的近视 专家也指出 学龄前及近视 未来可能会变成近视破千度的高度近视族群 增加了视网膜玻璃的危险 严重还可能导致失明 建议家长不要让学龄前的儿童 使用平板电脑手机等3C产品 若是无法避免一天也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家长应该多带小朋友们到户外踏青 眺望远方借此能够放松结状机 要多吃蔬果 补充胡萝卜素叶黄素等 护盐的营养素 一旦发现小孩看电视越来越近 走路会碰撞到东西 可能就是近视的前照 应该紧速的前往就医诊疗 东台新闻政大邦泰马里成功采访报道 好我们再回到泰马里 之前泰马里香的温泉季重头戏摸彩的活动 在9号的上午在泰马里香公所来举行公开的抽奖 由乡长陈振俊来主持 当中包括了代表会的副主席李静元 以及代表雷明胜 以及新宿珠 以及金伦村的村长 公所的科室主管 他们共同来抽出 易经电视等8个奖项 有123位的幸运得主 这个得奖的名单 也将会在12月13号 在泰马里香的公所官网来公布 泰马里金伦温泉季系列活动结束 其中的摸彩送大奖活动 9号上午在泰马里香公所 二楼会议厅举行公开抽奖 奖项包括易经电视 平板电脑等8个奖项 那首先我就来抽出 我们今天的最大奖 42寸的易经电视 我们的最大奖 42寸易经电视 是由高雄市山明区的 陈经义陈先生来获得 近千位游客的彩卷中 抽出了123位幸运得主 台东献民就有15人中奖 那希望我们的游客来到金伦 来到泰马里香 可以喜欢我们泰马里香的风光 那继续带我们的游客 我们的家人到泰马里香 来观光旅游 办这个温泉季的这个活动 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观光的产业 我在这边要感谢我们乡公所 还有我们乡长这么努力 来关心我们地方的繁荣 许多游客也在这次的活动 所约换的发票捐赠给 泰马里乡公所 并在现场由乡长转赠给 华商基金会泰马里分站 让游客的爱心也能传递下去 那我们在这里就请我们光小姐来接受 谢谢 好的 请大家热烈的掌声 所有抽出的奖品将在12月13号前 会寄送到得奖人所筑记的地址 中奖名单也会公布在泰马里香公所官网 东南新闻 色彩多样的搭配 颠覆以往人们对于校舍 制式刻板的印象 也营造出了原来上厕所呢 也是一种舒服的享受 台东女中获得教育部国教署补助 历经数个月的精心设计规划 将校内9间厕所分别以独立主题设计 由负责执行工程的总务主任赖之伟 与建筑师共同讨论 分别传达重视海洋生态 珍惜水资源 爱花习数的环境教育 中文字幕提供 然后我必须我去选择一些 我认为可以表现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主题还不错 在它搭配这主题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 这一组当作我们无障碍厕所的主题 所以我在这边还特别设计不一样 让学生喜欢这个环境 即使他不是身心障碍同学 他也是进来上我们的厕所 就是让整个设备 除了我们建造好之外 设备的维护也是需要 我们是希望十年后 这个设备还是能够保持像这样 其中二楼男生厕所 使用橘红色系 女生厕所采用蓝调配色 融入尊重女性 与破除男女刻板印象的 性别平等观念 因为学校厕所一般比较单调 那我们采用的磁砖其实是用国产 在政府规范下的国产磁砖 只是我们多了一些设计跟变化 希望学生能够在这个 除了拥有舒适的乳厕环境之外 也能够心情比较愉悦 大量使用颜色黑白对比 与多彩几何图案磁砖平贴 将美感教育注入在厕所里 连洗手台都与传统的做法 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感 有啊觉得很特别 因为洗手的时候就不会这样 移很远这样 对啊 然后那个水比较好下去 不会一堆水堵在那边 考虑到通风不残留美味 选择奈米材质坐等马桶 好处是不容易残留污垢 甚至连男性用的小便斗 都有多重考量 基本上这小便斗是红外线感应 它有一个内血波 然后又有两层次的包覆 然后先具美观的功能 与四年前新建的美术大楼相呼应 台东女中近年来在硬体的改善上 追求将美感融入 确实达到培养美学概念 在学生的学习活动空间之中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 再来关心到的是气象方面的资讯 关岛南方又有热带性低气压成型 不排除最快在这个周末 就会发展成今年第27号台风茉莉 不过气象局就预估了 未来它的路径将会朝向 菲律宾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而紧接着呢在12月的11号还有12号 天气将会转为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 而北部东半部都会有短暂雨 而中部还有中南部多云 而日夜温差也比较大 而到了星期天下周一 除了东部有短暂雨之外 其他全台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而温度也会回升 但是呢从下周二呢 就会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来暴到 而北部东半部有雨下溪其散 北台湾低温会下探到15度 再来关心台东线各乡镇市的天气概况 台东市宇贝南乡20到24度 中午地区16到22度 南回地区20到25度 海线部分19到24度 离岛部分绿岛蓝雨21到25度左右 继续来看到的是农民里的资讯 国历的12月11号 当天是农历的11月1号 在这一天呢日冲属兔 是41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而当天适合祭祀 开光 礼法还有安床 比较不适合的是伐木 还有破土以及安葬 及时的部分是落在了 银 四 五位这四个时间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座的运势 本月的主打新是射手座的朋友 贵人新座是处女座 幸运数字轴是3 而整体运势是三颗星平平的状态 再来看到的是整体运势的解析 当天两个人抛下所有的烦恼和压力 痛痛快快的玩乐 感情呢可以在欢笑声当中来升华 而触犯公司或者是部门的规定的话 容易会受到罚款或者是警告的惩罚 而当天投资方面错失先机 容易造成手中的证券滞留 也遭到贬值 要特别的注意了 再提供给您一则励志小语 用心回顾的过往经历 一定会看见梦想早已留下的痕迹 而最深的困惑挫折之处 正是你热情的所在 提供给您最参考 感谢您收看本节的台东地方新闻 关心台东大小事 请锁定二十频道 祝您平安喜乐 我是婉珍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刻最求完美理想 雷开新闻二十台 离我一路相伴 与其城长 Zither Harp Zither Harp